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陆居二级上将许立能为首的新同盟会 12号举行新春团败 这场深人聚会 除了前总统马英九出席 象征党会宝座的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国民党主席洪树柱 前副总统吴敦义都到场争取支持 现场也拦成了政见发表大会 国选当主席 要不要纳入民调 大家意见分歧 郝龙斌主张 纳入民调来平衡人头党员问题 也可考量是否纳入排率设计 但吴富跟朱朱姐好像不这样想 如果真的要做民调 那只要依照党员的名册就可以了 要不然你说什么叫排率 如果真的有心要来灌票的率 他会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党员 我是蓝的 那一定会又混成一团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在今年来讲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的移民的这个办法 是要经过存在会 因为有时的通道去 要改资争感 然后中文化 而且也有人才能理解 知识中心台北报导